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我们上一条片 去了喜曼年食点心中伏 接着就上山顶 逛逛逛 谁知吃晚饭时那间 真是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又中伏 生气,让我 skip 了山顶那段片段不播 播夜晚那段中伏片 黄昏六点半 我们选了这间 不是金牙居 吃台湾东西 试试这间 金牙居是台湾的过江农 他声称他们自家制的手工面 是很耍家的 很漂亮的 猪颈肉 没有肥猪肉的 全部都是重版猪颈肉 重版就是日本的? 是的 日本来的? 哦 猪肉来源是日本 但是是台湾品牌 师兄姐姐很有礼貌和耐心 加少许菜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汤 全部都清炖 没有落入木味精 添加剂 好 看一看餐牌 有很多选择的 有清炖鸡汤面 清炖牛肉面 还有很多各种小食 和饮品 明天啊 黑和鸡汤面 都很不错 好 かつひ 牛肉面 煎热鸡汤面 但没有很好 在鸡汤面 鸡汤面 就似乎是鸡肉的片皮肥牛菜式 湯也不太出色 麵是多少 这个是醋的 我试过没有 你可以拌下去 这个是七味粉 我是不会拌下去 我不喜欢 咸蛋黄苦瓜 它一上桌 我觉得它有点不对路 你说咸蛋黄 我预估它是一个咸蛋黄压碎了 即是炒烂了 然后拌入苦瓜 应该整碟都是咸蛋黄 它现在很明显就是 将一只咸蛋黄压碎了 拌入苦瓜 我觉得就有点误导食客 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做 我就不会叫 那说我的苦瓜 苦瓜是乱绿的 有点爽脆的 都不错 但是它有些苦味 如果不喜欢苦瓜的苦味 就一般 它现在用咸蛋压碎来拌均匀 都挺好吃 都不错 但你就不要说咸蛋黄苦瓜 你说咸蛋苦瓜好了 让我试一下碗面 试一下醋 醋很明显不够酸 好像搅了豉油 试一下七味粉 七味粉辣辣辣 可以增加味蕾 但整碗面都是很普通 除了面汁 可以帮它加分 另外我欣赏它这碗面 很多葱 不过牛肉 真是一般 它的汤味味薄 薄得来有点酸 材料不好 材料不足 湯就炸了 说真的 98元会面 你比较质素 看看牛肉 有点酸 牛肉 有点酸 酸 酸 不新鲜 真的 处理得不好 但面 是OK的 因为它标榜手工面 面 是OK的 可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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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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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吃饭 买饭 喂你无理收费 就算你收多我一毫子 我也跟你讲道理的啦 不过现在迟了 订阅、赞好、留言 留言又不知说什么好 就给个心就可以了 多谢 拜拜